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男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今天不是这个台湾在搞所谓的中科院的无限高的导弹的实验吗 我军795前号795的815A新速级电战船 把它一颗导弹给干扰了 直接就是刚发射出来马上就掉海里去了 太他妈丢人了 这事发生以后肖美琴就恼火了 她说啥呢 她说台湾会继续安排外国访问团来台湾的 这是好事就怕你他妈不安排 就怕你他妈现在当孙子说不来了 不同不独了 使劲安排 赶紧安排 多安排一点过来 把台湾局势给他使劲浇他妈的汽油 使劲浇 我就说像肖美琴菜婆这样的 菜婆小老婆生的 她一辈子她都要要强 为了让大妈瞧得起 大妈从小看不起 她自己妈她无所谓 她大妈要瞧得起 所以说她使劲就在这个地方 要搞一个小学一个女强令一样的 像一个男人婆 那肖美琴也是个男人婆 那个嘴巴两条法令纹充满了那种恨意 那两条法令纹 我跟你讲 女人只要亲中有恨意 她就连都有法令纹 那法令纹就这样 就这样的那种 尤其是她戴那个眼镜 留那种头发 那种长得像男人的那种 那种那种样子 她就是那种 非常非常的那种 那种 八婆十三点 跟那种疯子 就让她使劲去安排 我们来看 关于这几个事情 然后说 德国现在讲说 我们不会跟中国 不愉快的 我们来看这个事 笑死我了 然后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这个815A 这个船 那么情况是这样的 台所谓中科院 试射导弹出意外 一枚导弹失去动力落海 台中科院 昨晚试射无限高导弹时 出现意外 一枚导弹失去动力 近距离落海 台军卫队 对此事进行回应 昨晚 台中科院 在台东及平东 两处基地 进行导弹试射 晚上8点40分 台东镇基 渔港 成功发射 把弹 平东九盆基地 于晚8点45分 发射两枚导弹 但第一枚导弹 升空不久 便失去动力落海 与无限高 距离明显不符 画面被军事爱好者 记录下来 军事爱好者表示 第一枚导弹 发射于20秒左右 竟然被发射 第二枚导弹超越 呈现抛物线 往海里落下 与试射的无限高 距离明显不符 更无法命中 台东发射的靶弹 不过 对于昨晚 试射何种导弹 以及导弹提早落海情况 台所谓中科院 和台军方 未进行回应和解释 上述军事爱好者认为 以试射的情况 及靶弹方式来看 应该是天空三 这层型导弹 台 据台联合新闻网 18日报道 这是几方军军业以来 台中科院 首次发射无限光导弹 解放军 直接进入你台湾 所画力的 所谓这个演习区域 就在这里待着 就在这里待着 这么近 然后呢 定向的 靶向的 攻击你其中一枚 这个解放军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不是两枚 都给他搞掉 两枚都搞掉 他其实对技术参数来讲 是不利的 为什么叫不利的呢 我要就是看到 我的定向 靶向的这种攻击 准不准确 你同时在 同相同距离 相同空间 相同电磁环境下 你这两颗 同时打起来 而我是我的 这个815A的电站船 我直接就攻击你 放出来的其中一颗 我定向攻击你 然后我攻击你 你这颗倒霉了 直接就发射20秒 直接就掉下来 还有一颗 我让你放掉 那这个难度是更大的 你同时让两颗都掉了 那其实这个 只能说明你的这个武器 你的电站的这个 刷上的面比较大 但是呢 你不能够更加精细化 大家明白吧 就那个是粗加工 这个是精加工 所以说我们815A 这个款船 真的是很厉害 我跟各位讲 据我从这个 海军的朋友那边 了解到的情况 815A 它的保密程度 就跟东风41是一样的 是同一个保密级别的 非常的厉害 我们简单的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秘密法宝 现在的飞机 你要有电站机 轮船要有电站船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配置了 我们来看一看 815A型电子侦察船 有多厉害 为啥美军碰上 掉头就走 那就今天带大家来 一探究竟 航母 万吨驱逐舰和核潜艇 相信很多国人都见到过 那么国产电子侦察船 你见过吗 没错 在今年7月5号的时候 我国海军一艘815A型电子侦察船 出现在海上 并横穿宫古海峡 开始执行一系列的侦测任务 事实上 815A型电子侦察船 此前仅仅只是在海上 阅兵市场路过面 因为这一型号的电子侦察船 是我国海军水面舰艇中 最神秘的存在 在保密程度 与我国东风41导弹 是不相上下的 由此就不难看出 815A型电子侦察船的重要性 而同样的话 我在当海军的朋友 从他的口中也得知 就是这样子的 保密程度 按照我国冠名报道的消息来看 815A型电子侦察船 通常主要是执行电子侦察 电磁干扰和情报分析等任务 看到没有 电磁干扰 它已经公开了名牌 就是有这个能力 在特殊时期 又能够临时接管无线通信 雷达信号和测量 最终导弹轨迹等任务 所以815A型电子侦察船 一度被国人 被誉为海上情报员 此前美海军 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 在西太平洋海上进行军演时 我国815A电子侦察船 曾主动露面 但结果就是 美海军发现 我国815A型电子侦察船后 直接调转舰手 快速驶离 根本不会像之前一样 出动无能机 对我国军舰进行拍照 那么美军为什么 逃离这一举动呢 据悉815A电子侦察船 共建造了9艘 该舰船在排满排水量 大约7000吨左右 由于815A型电子侦察船 并不是一艘具备 强大战力的舰船 所以该舰船的设计 与常规的综合补给舰 有些类似 采用长手楼船型 并且手楼一直延伸到 直升机甲板处 这样的布局实际上 就是有利于提高舰船 在海上的稳定性 另外从网上的出品上 我们可以看到 815A型电子侦察船中的 主危感 采取了T型四轮台 柱型封闭式设计 这种主危感 最大的好处 就能够将电子站 情报信息和通讯 集中在一起 取消传统网状复杂的线路 从而来 提高我国815A型 电子侦察船的整体性能 其他的我就不看 因为它比较长 我们就不一一地说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815A型电子侦察船 还拥有强大的电子 干扰能力 这也是供应资料 公开披露的 具备一定的反辐射打击 和通行对抗 因此815A型电子侦察船 对我国海军建设来说 有着重大的意义 而且侦察范围 在700公里范围内 能够对海上任意目标 进行电子侦探测 还能够进行快速情报搜集 因此西方国家 一般只要发现 我国815A型侦察船后 都会主动选择避开 而且它在700公里的范围内 你想700公里多大的范围 这个范围内 所有情报都逃不过的 因为用主动接收 跟被斗接收 信号的能力 很强很强 能对导弹进行监测 你打这个导弹 什么型号 参数多少 都能够给你搜集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说明什么 你台湾在设这个天空三 我可以用电站 就给你搞下来 我都不用放导弹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解放军反复 要公布那个导弹 说在复杂电磁环境下 也能够命中目标 任何的炮兵也是 炮兵说 我在这个地方 我的炮兵车 我要打导弹的时候 打这个火炮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香火 PCL191 对吧 它也是这个速控化的 计算机操作的 要打导弹了 被电站部队给干扰了 怎么样去反干扰 不是说你的电站部队 来进行反干扰 而是你自身就得有反干扰能力 你没有 你的防空阵地 也要有反干扰能力 防空阵地也没有 那你谈完你搞啥呢 你导弹 我都可以用电磁盖你 导弹导弹嘛 当然是导 有导航 去打击的弹 这个叫导弹 那么导弹导弹 你这个导是怎么导的 你在这里飞 我怎么导 我当然有数据 我当然有这种电磁 我来导它了 还有这个信号 我来导它了 那我把你这个东西 啪啪 软杀伤 我把你切断了 你这个导弹 里面你这个心 你都就是有芯片的 对不对 你引导它这样在飞 我815 切断 你不就这样往下掉了吗 就这个 就这叫软杀伤 所以台湾真的 你真的就给我感觉 像小儿科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 用非常高调的方式 来给它颜色看 你看 我上一个视频 告诉各位 我们已经进入了 它的所谓的演习区 习近平直接 抽蔡博的脸 你他妈不是视察海军牛逼吗 马上杀你两个大尔霸子 然后也来干扰你 就告诉你 你这个破玩意儿 随着外面都可以把你搞掉 所以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这个萧美清就怒了 台湾将继续迎接外国使团 台湾政治家 这个俄罗斯卫星通信社 给他的评价太高了吧 政治家萧美清称 逐渐增压的中国内民解放军 并不能阻止外国使团来访 他在接受国会山报时 采访时说 北京的行动只会让台湾 与自己的盟友团结起来 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工作 也不会停下来 萧美清还批评了北京制裁 称任何限制都无法迫使我们保持揭末 萧美清称 台湾力求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 但需要做最坏打算 因此有必要制定对策 并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什么盟友 谁是你盟友啊 我他妈到现在都搞不懂 你是谁的盟国 谁是你的盟友 我他妈真的搞笑 萧美清称 希望尽早与美国就经济合作问题进行谈判 这样的谈判应该在台美21世纪 创业下框架下进行 对吧 所以你看他们都是很要 就是都是这种歇斯底里的那种女人 蔡婆呢在这个地方 她很歇斯底里的去视察 以三军最高统帅 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义 去视察海军 要跟中国大陆对抗 跟共军对抗 那这边她说 当解放军在军演的时候 她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然后当解放军演结束以后 她说我要射导弹 我就告诉你 我牛逼 老娘也有也有飞弹 那画力的这个 也像学中国大陆一样 画力一个所谓的啊 演习区 打导弹用的演习区 那解放军就啪 直接就开过来 开到你的演习区 然后他就枪行在打导弹 那电子定向的电磁脉冲攻击 导弹20秒就啪 掉下去了 对吧 就掉下去了 你说你两颗导弹打上去 如果没有外力干扰的话 你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你都是同一个型号的 对吧 你打两颗导弹 为的是拦截 这个逻辑上是没错的 两颗防空导弹 同时升空 拦截一个目标 就所谓的把弹 或者说大陆发过来的弹道导弹 你两颗去打它 导弹打导弹 对吧 那你两颗型号都一样 质量都一样的 为什么一个20秒之后就掉海了 搞你 搞了它以后呢 那当然要抓狂了 抓狂了 小美星就说 你牛逼啊 你军队牛逼啊 这样子来cue我们 我就不停地要安排外国来 外国来 那你来吧 对不对 第一个来没有实质好处 哪个地方来 被我被中国大陆给制裁 中国大陆你看 制裁佩洛西 我请问美国有反制裁吧 美国都没反制裁 亚巴士黄连有苦输不出啊 拜登他妈妈的现在 他知道 这对台湾意味着什么 然后台湾自己在那里 不停地在搞 来来来来来 操我来操我 我屁股他妈的 脚趾上打得高手炮一样的 你快点捅进来 我他妈的腿打开了 像一个直升飞机一样的 你赶紧捅进来 他都属于这样的东西 那最后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港独黄之锋那么老鼻 论主论罪 我论罪 多老鼻 那你他妈现在叫 到最后也就 他妈把你帮撕一枕 臭傻逼 长得一样 就他妈让人不喜欢 就不讨论喜欢 大家知道台湾那些政客 尤其是民进党那些政客 包括还有国国民党 那些屌人啊 长得都是他妈的 讨论厌的那种嘴脸 我他妈在大街上 我正要看到这种人 我正要上去 他妈臭他妈两个耳把子 实际上就把他妈死里 拿着这个膝盖 这个肘子膝盖 就这样弄他 那膝盖 到他这个上面 就直接就上来了 因为他这个长相很讨论厌 大家懂不 就是说咱们都是和平爱好者 但有的人 他这个长相真的很欠揍 尤其是台湾那个地方 他那个长相都很欠揍 你就像上去想拍摊两个耳光 你懂吗 所以说他们也没几天日子了 你看 这不就是想什么时候搞 就什么时候搞 随随随地地搞 他们就把他们不停地给压他们 捏他们 揉搓他们 真的爽死了 我心里咋这么爽 就是这个过程 他弄什么招干他 弄什么招干他 弄什么招干他 多爽啊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编达 小姐的电视区 谢谢